菲律賓會執行長楊國英說的 就是台灣愛心米 也將送到衝突剛平息的南部地區 能在敏感時刻送進大米 靠的就是與菲律賓社福發展部 最新簽署的合作備忘錄 這項合作備忘錄 明文列出兩方的責任歸屬 讓大米發放作業能更有效率推展 預計未來三年 由台灣農糧署提供一萬五千噸白米 惟由慈激在菲律賓發放大米飄香 大愛新聞羅登 李嘉美 菲律賓報道